而在教育的部分 吉安湘113年宇文竞赛在22号盛大举行 这一次总共有153位来自相近各校宇文精英 齐聚一堂各显身手 要角逐14个项目的现赛选手资格 而乡长游书珍也特别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吉安湘113年宇文竞赛在22号盛大举行 整体赛事以国小组及国中组 进行自营自行作文写字演说情境试演说朗读等14个项目 总共吸引153位来自相近各校宇文精英 齐聚一堂各显身手 相信教育是多元的学习 更是吉安要孕育孩子成长奠定不同 缓快的一个成长历练 也要把我们生根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给孩子们 相信孩子会勇于来做好自己 也可以展现学习的自信心 吉安的孩子们加油 吉安湘这次的宇文竞赛完全比照现赛与全国赛标准 让孩子们能够提早适应临场经验 而各项竞赛的前两名也将披上战袍 在9月7号前进华联市中华国小参加现赛 为吉安湘争取荣耀再创佳基 记者许立琴吉安湘报道